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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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 开了成都三十年 从盖边上的成都 走进成都人的成都 成都有一点水好的事情 做了做了就没得下过了 诶 但是艺术这个事情 还是一直在刚下去 所以看到我们这次展览 其实还是蛮特别的 邀请了来自不同领域的 八位联合策展人 共同来去策划了这个展览 那么同时在展厅当中 大家会看到 其实还蛮颠覆性的 我们邀请了年轻的建筑师群体 把建筑的语言通过 和艺术家和策展人的合作 让我们在展厅当中 看到不一样的展成的体验 他去打破了一些艺术空间的 其实和观众的那个距离 我觉得他更多的 其实通过成都的点点滴滴 让大家都集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这辈子一半都在整个过的 感觉这是老成都人嘛 我们通过这个展览 让老成都人看着新成都的样子 再让新成都人看着老成都的样子 都是满怀着对这个城市的喜爱的 对这个城市对于艺术的音乐的包容 对于人的包容 所构筑起来的这个城市的精神 这是这两年这个城市的发展 对于艺术 对于美学的各种提升之后 我觉得这个城市散发了一个新的魅力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新的单词 叫散装精致 汤刀都把钱转了 这个是在一种城市生活中 较美好的状态 扫不住船 这是一种挑战 就是成都人做事情 有它自己的一种 专门的一种建业 其实这里边很重要的是 推动这个城市发展和变化的这些人 所以我们说成都 成都这个展览是说成都人的成都 那么用这样的一条线索 把这个展览贯穿起来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很多成都人的故事 那么成都在这里面 不仅仅是代表一个城市的名字 我觉得它更应该是一种态度 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的这种心情 大家都喜欢生活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 成都就是那个可以带到工作 然后在这生活一辈子的地方 很能让你炫进去的 一群对成都充满热爱的人 给成都的一份宪敏 一直有这种保重形式 是这个城市最主要的贴重 当他们来成都的时候 会觉得这是我的地方 这是我的家